校園中下課時間 風雨操場旁的通道 一群小朋友看來在嬉戏 但是 其中一人彎腰撿起了石頭 突然往前丟 石頭砸中了一名男童 他舉起雙手抱著頭 看來不知所措的盯著對方 家長控訴孩子被欺負了 頭被石頭砸破 頭頂上的傷口大約縫了兩三針 家長控訴說下課時間 孩子被同學扔石頭 這種情況不是第一次發生 控訴校方莫是霸凌 家長心疼表示 就讀三年級的兒子 五月份就被欺負 校長說給他機會進行調查 當時協調破裂 家長之間並沒有共識 沒有想到六月孩子又被打 這一次校長已經退休 跟著畢業生一起離開校園 你是不是應該要用其他的方式 去積極的介入處理 而不是每次偷到學務處 划算十分鐘五分鐘 他們班上有兩岸一直在進行 那想說剛好就這一個禮拜 剛好是我們好事之後 面對指控 校方表示五月份的協調破裂 但是已經按照規定進行調查 而六月的這一次 剛好是學期末也著手處理中 目前被丟石頭的學童 已經決定要轉學 除了皮肉傷之外 心裡的創傷該怎樣撫平 讓家長更是擔心 三立新聞王少爺 朱宇榮 檀南報導